飞逢寻常 求职场 你争我抢 蜜良将 莫看才艺乱人眼 属谁英雄 日方长 大家好 我是刘东梅 来自东北比较大的城市铁岭 今年二十五公岁 三十余年的职场经历 干过行政 搞过政工 今年七月份 自愿放弃高级经济师待遇 提前五年退休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想求得一份人力资源行政管理的岗位 谢谢大家 来自我们大城市的就是有柴华 特别棒 我给你点赞 谢谢 谢谢 大姐的字写得真漂亮 从你的最理想的工作状态 从你一句话评价自己 限量版的文艺女汉子 就知道你应该是一个比较文艺的人 对 琴棋 书画都会 琴就不会了 因为家里没条件 棋 棋就是军棋 我喜欢玩试果军棋 书 写诗 画 画的话就是各种绘画形式 刚才您提到说你限量版的文艺女汉子 我想把这个给大伙解释 你解释一下 文艺女汉子就是女人中的男人 而限量版的文艺女汉子 则是男人中的男人 她不是文能提比安天下的人中龙凤 也不是武能马上定乾坤的国之重器 但她一定是能扛事 又担当 关键时刻能够挺身出顶天立地的家国级 说的这么热闹 生活中它什么样 就是我这样的 写诗作画 煎炒烹炸 刹斗笔官 全程等大 唱一首我自己填词编曲的歌 心中牧草无花 神殿无间无马 双亲之爱 醉牵挂 肉虽肝肠离家 此去前路为 你花 愁须和酒吞下 心似黄脸 面潇洒 笑傲独走天涯 笑傲独走天涯 哇 特别棒 这个词曲 感到太好 生活中所学了的那些东西呢 它会让你去急一反三 能写诗的人 文化底润都不低 然后她呢 写作能力也很强 这个运用到职场上 我就觉得她跟你的沟通能力啊 组织能力啊 是吧 协调能力啊 跟这些东西都是你职场生存技能之一 听说您是个段子手 东北铁领出来的人 都是段子手 哦 是吗 确实 那你对我们现场的企业家 点评一下 您的年纪够 没有 就是晚辈 我怕是一个坑啊 这啥呢 是一个坑啊 这是一个好大的坑啊 是啊 我在家的人说了 说駝里老师是坑掌 我是坑掌 我是坑掌 我专门挖坑 我咋不打洞呢 我 吱淘完了更好感觉 行 我想说 我想说 您等着 有你的 这个感觉 又动了 这个感觉 这个气质好 跟你点赞 杨荣啊 那个 是 我认为啊 财高九斗半 长得也好看 这怎么热老懒 不给牵红线 哎呀 真好 真好 哎呀 真好 有美的 有猜 有猜 然后这个 贺总 有 贺总叫贺东东 他的名字里有两个东 我的名字里有一个东 这两个东和一个东 就是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 然后他冒落天仙 我长得磕成 没上马车里去 断东 一个东 也是一个东 我认为一个东 也可以磕成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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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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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咱们俩约缘 就更深了 姓断的不多 我爱人也姓断 然后呢 里面有带一个冬子 是吧 然后你看 他一个断 把我们两口 全算一块 哎 哎 我是一个切红线的人 切红线 是吧